女孩每天遭遇鬼压床 只是因为她偷拿了女尸的戒指 烧毁鬼屋的男孩则面临破产 好在今天接下一笔大单 别墅的表面上是别墅 实际上是吓死过鬼的鬼屋 据说里面就是传说中的尖叫阶梯 曾经进入到里面顶尖的驱灵队伍 除了被吓死的全部都领了盒饭 但路德没有拒绝的理由 因为侦探设限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高额的酬金不但能解决赔偿款 刚好还能领个盒饭 雇主约翰简干交代之后 便慌张离开了 他们硬着头皮进入别墅 友情提示 本片全程高能 强烈建议艾特你的大冤种一同观看 如果你实在害怕 现在点个赞在跑还来得及 然而刚进去 乔治就感应到墙壁的异量 强大的邪恶能量让他心生不安 紧接着又传来诡异的尖叫 随即几人在地上撒上一圈食言 又用铁链围成了防御圈 再用钢块顶住大门 然而这时 屋内的气温开始急剧下降 显然是数量庞大的鬼魂 正在朝他们靠路 奇怪的是 屋内并没有发现任何鬼缘的迹象 他们认为房间可能存在密室 三人分头在屋内寻找 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进入防御圈后 立即拔出干浆墨烟 天花板开始渗出鲜血 而且扩散的迹象越来越大 无视防御圈大滴大滴地 落在他们跟前 这也说明鬼魂的力量出奇的强大 几个小趴菜剑撞撒嘴就跑 然而这时 无形的力量将大门紧闭 路德随即手持宝剑准备迎战 如今想要活命 必须找到屋内的密室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路西找到了暗门的入口 三人同心协力撞了进去 血屋的另一边是布满蜘蛛网的废墟 过道处突然出现一个诡异 从装扮来看显然是一位驱灵者 但如今他们已经没有了退 因为血屋是回去的必经之路 几人继续鼓起勇气前行 过道的尽头是弯延弯曲的楼梯 就在路西下楼时 听到永读经文的声音 评论区大吉大利永避邪碎 随即几人来到了地下室 墙壁刻满古怪的符文 此时永读经文的声音越来越大 紧接着墙上浮现出诡异的黑影 陆西手中的铁剑突然掉落 双眼翻白的他缓缓转过身 原来刚刚路西不幸中了鬼祖 好在他发现鬼缘就在井底 此时无数亡灵大军缓缓朝他们逼来 路德慌张地掏出特制的赵明弹 拔掉拉环迅速朝井口丢去 接着路德掏出一张陈旧的照片 照片上不仅有纠缠路西的女鬼 竟还有雇主约翰的身影 几人这才恍然大悟 约翰之所以聘请他们来驱灵 其实是怕戒指的事情被暴露 想借用强大的鬼魂送他们去西北 掩盖他嘎了女星的真相 众人不甘心束手就擒 纷纷合力砸开墙壁逃了出去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鬼屋的时候 女打手早已等候多时 约翰提着喷子拦在他们跟前 并向路德索要女星的戒指 只有销毁最后的物证 他才能彻底摆脱杀人犯的嫌疑 不愿妥协的路德拔出铁剑准备迎战 剑拔弩张的双方充满了火药味 这时路西挺身而出 紧接着取出置放在项链内的戒指 猛地将她抛向空中 手刃凶手的亡灵悬浮半空 用柔和的目光向路西表达谢意 女打手剑撞立马跑路 然而门外早已经聚集大批警员 探长以路德等人违反规定为由 将他们陆续押上警车 然后压迫他们签下保密协议 不然就会依法将他们送进监狱 权衡之下他们选择统协 回到侦探社的几人从报纸上得知 相关部门对外宣称约翰是自然死亡 很显然背后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好在路西因祸得福 获得了驱灵四级证书 然而他在地下室独处的时候 诡异的声音再次涌起 这个低语的骷髅到底什么来的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下你 感谢观看